他们一起跑过浪漫的花丛 一起爬上高高的草坡 一起坐在枯树上休息 在休息时 帝都的耳朵还是树立着动来动去 他一直保持高度警惕 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这是他身为动物的本能 丽拉学着他的样子 去仔细倾听大自然的声音 他听到了蜜蜂振翅的嗡嗡声 有小鸟在枝头唧唧喳喳 还有不知名的小虫细细俗俗 大自然谱写的乐章是如此美妙动听 丽拉不禁目出了微笑 可以转眼 坐在一旁的帝都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他总是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会默默地离开 可丽拉却舍不得这么早就离开这个朋友 他边喊着等等我边去追帝都的声音 当他察觉到情况不对劲时 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看到好友帝都正在被一群恶狼围攻 或许是爱给了人勇气 在危险来临时 让丽拉忘记了他其实还是个 会做论梦的十岁小女孩 丽拉集中生之后 冒着生命危险帮帝都成功逃脱了